中文字幕 李宗盛 哇,很冷 很多網友都叫我來試試這間餐廳 今天我穿了這個香黑衣服 就去試試這間餐廳 這間餐廳是什麼呢? 就是早幾年一個很出名的 Internet Sensation 叫做Sort Bay 即是灑鹽佬 灑鹽佬 灑鹽一個 他就在這裡開了一間餐廳 其實他這幾年都很爆發 在New York、Boston、LA、London Turkey 很多地方都開了這間餐廳 聽人說這間餐廳最貴的 看看裡面有什麼東西 好嗎? Let's go 平時做生意就要看著盤數 但一說到搭棚了 就要下重本了 他們都很適合在Nice Bridge開店 因為Nice Bridge是全英國 你唯一會見到G-Class的的士的地方 所以這間餐廳已經不舒適了 看看食物如何 餐廳的佈置很漂亮 有一個很漂亮的酒吧 亦有一個很大型的Mid Count 後面就是一個Open Grill 你就可以來到未吃飯未下單前 就可以跟Sort Bay拍照 剛才抖了一個餐牌一轉 這是綁匪價 不過算了,我會正常地買 即是有Stars 接著有主題 現在有酒喝 看看質素和價錢相符 今天請買着飯 然後請買餐廳 現在請買餐廳 超級型 我想買餐廳 現在請買餐廳 那我們請買餐廳 原來是這樣的, 如果你想要Sorbet來攪拌肉 你只可以在菜單上有幾個食材 所有甘薄的牛扒或漢堡包都會過來 至於不要甘薄就怎樣呢? 只有兩樣東西, 我就叫了其中一個Tomahawk 1.5公斤的斧頭扒 這東西攪拌了我多少錢呢?485磅 公道的說句是好吃的, 高質食物 但是如果你將同一個份量和質素的牛扒 放在外面一些高級扒房 或者一些五星級酒店的扒房 比到盡都是150磅 凸出來的300磅去了哪裏呢? 就是去了這傢伙攪拌肉和灑鹽那一刻 我們先冷靜一下 這就是一個男人知道舔東西之後 強硬擠出來的苦笑 你們都可能看過很多新聞報道 這間店是天價 即是連可樂都要100元港幣一杯 那我這餐飯吃了多少錢呢? 917磅 即是一萬多港幣 而我已經是叫到和女人吃飯最入門的玩法 這間餐廳 即是沒有叫到金箔牛扒 可以叫一個人過來 然後最便宜的香檳 就是這樣 所以我沒有委任證 否則錢也不用付 看路 怎樣? 肉都尺出來 肉都尺出來是甚麼? 尺都尺出來 那些肉弄得我很疼痛 有點像以前的頂爺廚房 我媽媽很喜歡頂爺 那時候就帶她去吃 之後就發覺 you are paying for overhyped fame 即是她的名氣 我想剛才 Sorbet這東西 已經值300磅 在餐廳來說 那就算了 試一次 又不會再翻車 那些 但我覺得其實倫敦 有很多小品 小本經營的豬肉 是很值得支持的 因為他們便宜 他們好吃很多 但在一部分的價錢 便宜很多 那 給我一個星期 讓我跑一下步 充車 然後再帶大家去看 我們很喜歡吃的豬肉 現在還有少許時間 現在還有少許時間 是嗎 完成 三比一 開心嗎 老婆 開心 終於贏了 阿迪達又沒得走了 很煩 很煩 陰雲不散 是的 兩個星期後 重新出發 這次就介紹一間好東西給大家 我們來到倫敦另一個漂亮區 Made Fair 鑽東鑽 我們就來到 Shepard Market 在這裏就有一間很好吃的餐廳 叫做Kate Fisher's 題外話 Kate Fisher's 是一個十八世紀很出名的妓女 專門選擇有錢人睡 睡到做名媛 不要被空椅騙到 很快坐滿了 所以一定要覆位 這間餐廳其實不是一間扒房 是一間餐廳 不過這裏煮一隻扒 就很好吃 稍後給大家介紹 好了 主角來了 就是這個蘇格蘭的Bellert Gallo 至於為何叫做Bellert 你看這條臭小子 中間白色的 好像帶了一條皮帶 而它亦有一個更加有趣的名字 叫做Oreo牛 這種牛有甚麼特別呢 它是很少有的 全世界只有二萬隻不夠 集中在蘇格蘭南部 或者英格蘭北部 北美國家都有些繁殖 天生天養牛 養到三歲左右才開始熟 牛肉味是很濃郁 而且它本身比較黏的 沒有那麼多肥膏 但是不代表它是硬 很軟的 所以如果英國的網友 你在肉檔見到加勞為牛的話 買回去煎吧 一定不會後悔 除了牛肉好吃之外 這條薯仔也很利用 它把薯仔切到薄片 然後把薯仔切成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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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脆內亂 我和我老婆來了這裏兩三次 這條薯仔一定要點的 這條薯仔 那些低脂肪肥膩 放在一邊才可以 我和薯仔切成薄片 我們在這裏和薯仔切成薄片 都要點同一種食物 每人一個星期 一塊大扒兩個人分享 一枝香檳 沒有點甜品 這餐飯吃了多少錢呢 200磅不用 是薯仔的五分一價錢 但是可以告訴大家 五倍好吃 正路一點 是吧 我也推薦這間 所以如果英國的網友 你們結婚周年 拍拖周年 老爸老母母生日 可以來這間吃了 吃完飯或者吃飯前 都可以去喝杯飲料 我和大家介紹一間 在鑽角 這間叫做 Shepherd Market Wine Shop Wine House 這間有很多 紅酒白酒 有很多好香品 可以坐在外面的桌子 看見 看這裏的美人 或者兩口紙 揉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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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揉 可以嗎 我不行 我真的不行 我已經很高了 本身已經 一米 不行 你拿 然後你分享 我都知道 我都不想出尺 神經病 很多人都答對 很多蟻仔 可能 哈哈 哈哈 最後和大家介紹多一間 因為有好幾個倫敦網友都問我 有沒有一些風格也好 又不是很貴 適合一大班人吃的餐廳 大家便可以嘗嘗這間 這間叫做 Black Lock 最後是 它吃扒rine也有名的 吃扒內排 它在倫敦有三家分店 兩家在Central London 一家在East London 我們去這個就是在SOHO 你看到格局有趣 相當多 適合一大班人一起吃飯 它這裡有一個很出名的 叫做 All-in-plah 每個人是22磅 它包了甚麼呢 首先來有餐前小食 這些幾粒 先摸一摸胃 主菜就是這壇菜 有牛、豬、羊的切片 大大塊, 又多汁 兩個人吃來講, 已經足夠了 還有, 花皮真的不錯 舒舒服服, 有些冷凍的感覺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好, 今天就先聽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三間截然不同的餐廳 你們喜歡哪間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 下條片也是走下的外景 和大家看看倫敦以外的聖誕市集 希望那條片可以在聖誕前出到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